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六点到七点的两岸安居节目 关心新闻和相关议题探讨以及两岸的交流互动 那么今天是端午节的连续假期 明天呢就是农历的五月五号是传统的端午节哦 那么它跟春节中秋节并列为台湾最重要的三个节庆日 他们在纪念爱国诗人区远的传说跟流传不少民间习俗之外呢 其实每到这一天呢总是充满欢乐的气氛 我们常说每逢佳节被私亲一乡过节会是怎么样的心境 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会透过以下的报道来一探究竟 其实啊这是一些来自东南亚姐妹们 因为不同处境无家可归 暂时栖身在台北关爱之家 呃充满人杨洁宇呢是他们的生活支柱 那么这些东南亚姐妹们呢都是年轻的妈妈 也是外籍移工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回母国生下他们的下一代 而且在这里的孩子有些为什么又被抛弃呢 他们这一家人反映了一些极大解决的问题 另外或许你也会感到好奇 关爱之家协会不是在两岸专门收容照护艾滋病人吗 嗯哼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做了很多的介绍 其实这也是我最近走访之后才知道的 同时照护艾滋宝宝跟移工失衣的孩童 这20年来都是杨洁宇口中不邦不行的温馨负担 不过他怎么挑起重担 那么又如何将爱传递给来自大陆的原奶奶呢 我们接下来就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这段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边小孩子印尼为大众 因为台湾百分之八十几都是印尼的外傭 对然后再来就越南的 菲律宾也有大概这三个地区比较多 那泰国的也有比较少 是东南亚的姐妹们 对对对 穿穿呢 哎呀小穿小熊啊 哥哥叫穿穿 哎呀 鼻涕啦要吸鼻涕可以带去楼下吸 因为擦比较会痛 擦的话它擦久了鼻子就会受伤 冬天吃了这么胖的冬天 好可爱喔 一些娃娃 圆嘟嘟的 他们也不是那么爱哭 他们就自己玩 真的很漂亮 他叫水水 水水 水水 因为他姐姐叫香香 所以叫香水 姐姐叫香香 妹妹叫水水 叫香水 香水 还有财华金 还有财华金 匯法外劳 你预期居留 以前的话 看你居留的年 年级 花五万十万都有 但现在都一律一万 是鼓励会把外劳回家 所以现在财华金只有一万 对对对 你负担很重 很多人就投不出那些钱 准可以回家这样 对 所以现在的话 就全部都一律都一万 然后衰衰 有没有咳嗽今天 有 你有咬一咬呢 阿姨睡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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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睡得很小 阿姨你 阿姨太深了 你几个月道 阿姨她会不会讲 会呀会呀 讲一点 далее 你会讲中文吗 讲国语吗 一点一点 您是住哪里 家乡是在那个国家 在县厂那边 印尼吗 INTEN 你到台湾 多久咯 三年吧 3年 3年 哇 哇,她在哭了,不舒服了 你好 你好 哇,谢谢你来这边帮忙啊 你叫什么名字? 奶茶妈妈 奶茶妈妈 你的国家是哪个国家,住在哪里? 在那个... 在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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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到台湾多久咯? 嗯,三年 三年 三年多 到台湾工作吗? 嗯 哦,那... 怎么会来这边帮忙呢? 因为... 我那个... 误会因 然后... 我找不到我 没有人找我工作 然后我没有地方 没有人帮我 然后... 我有朋友 他说 你可以去那边 那边可以... 可以帮忙 然后等一下你 如果有些,你更快马上回去 他想什么 然后... 华音 然后... 对 然后就来这里 那你... 还是生下来了吗? 嗯 所以啦 多大了? 现在... 七个多月 七个多月 有在这里吗? 哇,那一定很漂亮很可爱 那... 你... 嗯... 不知道 你... 不想回家 我先回家 我... 五月搬回去 五月你就要回去了 那孩子呢? 带回去 你要带回去 嗯... 嗯... 知道你... 已经有了可爱的... 小孩吗? 有 有 爸爸... 也会跟你... 一起回去吗? 您的... 孩子的爸爸 嗯... 放回去了 你觉得在台湾... 在这边雇主... 好吗? 就是... 让你的工作... 环境好不好? 嗯... 就这边好啊 嗯... 因为... 我... 弄回去 嗯... 回去嘛... 五月份就要回家了 嗯... 哦... 哦...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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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二十四岁的奶茶妈妈到台湾工作已经三年了 最近就要带着七个多月大的孩子回印尼 清秀的脸庞笑容洋溢 但是在这里有不少孩子因为不知道她的父母亲在哪里面临不知何处去的困境 那这个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 这个是... 对,就是... 你妈妈她们休息睡觉 妈妈孩子,妈妈孩子 妈妈孩子 譬如说有的妈妈双胞胎的 她就有一个人... 三个人 哦... 哦...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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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双胞胎跟她的妈妈 每个都是妈妈小孩,妈妈小孩 那这些妈妈小孩 比如说妈妈她是因为已经怀孕了 我看有些肚子还微涂甚至可能快要临盆 嗯...对 她们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她们其实现在在台湾也不可能受雇 就是... 因为怀孕了 怀孕了 台湾早期的话 就是只要你怀孕就变成... 违反雇佣契约就要被遣送出境 但是她们不想回家 因为她们只要一回去 她们面对... 她们来台湾之前 一定要在她们当地借七八千块米金 七八千块美金的二十几万台币 去付双边的仲介会 越南、台湾或印尼、台湾 两边的仲介会还有机票钱 所以她们还没开始赚钱 就欠了二十几万的债务 二十几万对她们来说等于是 我们的两三百万天文数字 对... 美金那么多钱 她们要赚多久才有那笔钱 对... 可是她们都甘愿出来尝试 因为毕竟在她们的家乡没有工作 那来了以后 如果... 以前我们小孩不多 我们二十年的外劳收容工作 我们... 偶尔会有个位数出现 个案 但是这六年因为网络的发达 我们透过脸书 透过FB 透过LINE 她们的交友族群非常的... 网络非常的发达方便 所以她们平常在家 在雇主那边工作有空 下班有空 她们就会跟对方联络 联络配对以后 她们见面就干财烈火 然后就有性关系 以后就怀孕了 那怀孕她们要面对庞大的债务 她们不愿意回去 可是她们也会被抓 很多雇主就直接就把她们送回 你只要怀孕 你就变成回法外劳 因为你的雇主 可能就把你钱送回国 他会叫中介把她带走 那这样的话 她就什么希望都没了 她又要面对庞大的债务 跟未婚怀孕这件事情 所以她们宁可选择在台湾躲起来 然后自己在家生小孩 她们也不敢去产检 因为去产检又怕被抓 那她们对台湾的文化 法律各方面她都不懂 她会恐惧 所以她们就躲起来生 有时候有说要过来 结果说宝宝死了 我说怎么会宝宝死了 她说因为羊水出来了 结果胎位不振生不下来 然后大量流血 那宝宝在胎盘里面的羊水没了 她当然就缺羊死掉 有时候妈妈也是大量失血死掉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不棒不行的一个工作 所以这五六年 我们收了很多的小孩 对 是 哇这份工作当然 包括过去收种艾滋病的孩子 我想这都是很艰难的 但是 你刚刚说这是非法的 但是收容在这边 等于是一个 这样的工作 其实政府应该知道吧 那这样子 她们隐身在这里 其实有时候是有点为难 按照台湾的法令 她们就是应该要回到她们的 国家母国去嘛 但是因为我们以前也都没有在对外公开讲我们在外劳的这一块收容 我们讲的都是艾滋病收容 那二十年前因为两个天主教的神户来找我 她说我看你自己独立在照顾艾滋病人一定性量很大 你可不可以顺便帮我照顾在台湾落难的外国人啊 外劳跟新移民妇女 那我想说多一双筷子多一个床位难不倒我我就答应了 结果不晓得后来收容的量很大 包括很多在外国人收容所被羁押的一些烂民 她们没有国籍可以进台湾 也没有国籍可以回她的国家 因为在中东在非洲很多地方都战乱 你是找不到原始的出生证明这些资料的 所以她们一旦变成了烂民她们就真的无处可去 以前是无限期收容外国人有的人关了五年十年 因为没办法证实她的身份她就这样无限期的被关 后来就是台湾权益出经会很多的民间组织 跟国际的压力包括联合国给的压力啊 美国给的压力台湾就开始修法 来保障这些烂民这些无国籍的人 她可以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所以我们就在那时候开始就协助这些外国人来安置他们 提供他们一个辅导他们工作 这个当然这个工作是不允许 但她可以当志工来帮助我们照顾这些 我们照顾的艾滋病人这些朋友们 那这几年就我说因为孩子越来越多 那我们站在一个保护儿童的立场 我们觉得一不容辞地去帮这些回法外劳 或者的话你看有在收水桶丢婴儿的事件 有在土地公庙丢掉她的孩子的事件 就一直在台湾你只要发现有人丢弃她的孩子 有可能是外老生的她没有出生证明 她什么都没有 刚刚才一个太太从黎山带着孩子过来 那她因为带着孩子她就没办法工作赚钱啊 那都透过她的朋友介绍来这边 那我想我们如果叫移民署来抓他们 叫警察来抓他们 那么我想我们不需要介入到这一块 因为我们尊重人在于保护人的角度 我们恩基优如果报警一次 以后没有人敢来我们家被照顾 可是这些人如果没有 她孩子你没有把她保护好 她又要去工作又要照顾小孩 她怎么可能兼顾 那可能发生的社会问题 跟儿童死亡的事件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站在一个照顾人的立场 一个人道的立场 我们没有任何道德批判 就像我们艾滋病人很多警察 只要我们有社区抗争 到了我们家都很高兴 因为我们家有好多同级患 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卧床瘫痪的病人 或是植物人 他们有可能是吸毒的 他们已经是卧床不能行动了 但是他们可能被通缉 所以他们来到我们家就有一点业绩 可是我们可以批判他们杀人放火 然后他们是曾经吸毒 他们曾经做过坏事 然后就不理他们 我想站在人道的角度 NGO就是解决政府所做不到的一些边缘问题 还有包括这些真的需要被帮助的人 你怎么样让他激身 尤其这些孩子都是没有台湾身份 他也没有健保 他妈妈是挥滑 那他们的处境更可怕 随时都会有危机 如果妈妈哪一天担心被警察抓 他犯了错一念之间 他跑掉了孩子丢在房间 让他饿死了 那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于住人的角度 我们警察有能力的话 我们很多妈妈都是他们在打工 他们在外面被警察抓 然后他们就会通知我们帮孩子办旅行文件 然后孩子就跟着妈妈回家 回他的国家 这我们的案子就结束 这个个案就结束 那我们其实一开始比较多的 都是从移民署案子过来的 很多的妇女她大肚子以后 她心里很慌 她没有朋友没有亲戚 她不晓得怎么办 她只好自首准备回家 可是她肚子那么大了 她也不能搭飞机 所以移民署就会在你 如果七个月以上的妇女 她就会安置到我们这里来 等到她生完以后 就帮她办理行文件让她回去 那这个过程大概前后要六个月的时间 该在我们家 所以我们这里面有很多是医院转介的 或是怀孕安置的 有一些妇女有可能有 怀孕的案子 不管是男的女的 她们需要协助我们 就做短期的安置 那包括怀孕的妇女 城街政府又与法令所无法执行的 安置照护工作 二十多年来一路陪着这些年轻妈妈走 若可以 杨洁支持也期盼 她们可以让她们依靠 这些孩子也会愿意收容 不过如果站在政府的角度的话 政府一定有立法非法跟合法 所以听起来我觉得政府也有 比较人道的一面 要不然她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地方 对我们也是尽量会给予一定程度的包容跟照护 但是如果说有这个机会的话 你刚刚提到政府 我想对于这个所谓国际人球 好了我不晓得这样讲会不会是很适切 那如果面对像这些 我们看到都是她们弱势 我们要协助她 帮助她 但是如果说政府愿意正视这一块的话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长期居留下来吗 然后这些孩子也不能够永远没有户籍呀 因为一个国家总是要以最大多数 所谓中华民国的国民的一个权益 大家来着想 那您二十多年来这样陪着她们一块走 不晓得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如果有可能修法或立法的话 其实以前我们所有的孩子基本上她们都没有健保 然后如果孩子是妈妈在家里生的她没有出生证明 那就拿不到宝宝手册 所以拿不到宝宝手册她就不能打预防针 所以我们曾经有碰过一两个孩子因为没有宝宝手册 大人感染了肺炎炼球菌小孩就被感染 然后小孩就死掉了 那基于这样的立场 我们也一直在请卫生所来帮忙 那不错这最近就是上个礼拜 她们给了我们十五个在家生的小孩子 宝宝手册 也就是等于她们可以开始打预防针了 如果一个娃娃没有打预防针 她可能得到百日咳 可能得到各种疾病 然后就因为没有免疫力就死亡 但是如果你两个月四个月一岁打肺炎炼球菌 你如果被感染的话 你也只是好像小感冒 然后就过了 啪啪烧啊吃吃药就好了 可是对没有打疫苗的孩子 他就完全没有免疫力 他可能在一天内就死亡了 对所以我们以前都是比较挣扎 就是说这些孩子没有在打预防针 他们要面对这个病毒来起的时候 他们怎么办 或细菌来起的时候 他们能够活着吗 这个都是好像一半钻在棺材里面 我们都担心了钥匙 那很幸运的上个礼拜 就卫生局就提供了十五本 给我们十五个没有宝宝手册的小孩子 妈妈在家生的没有出生证明的孩子 这个宝宝手册 让他们我们礼拜一就赶快带他们去施打 那这样就可以追得上就比较好一点 有的到一岁都还没打这个疫苗 那是不一样的县市不同的处理吗 过去就是包括卫生单位 会有这么个比较人性化的处理吗 还是您觉得跟什么有关 以前的话都 只要妈妈有出生证明 她医院会给你宝宝手册 你就可以去打预防针 但是如果你没有经过医院 那就没有那个系统 她不会给你宝宝手册 那这段时间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孩子 也是肺炎年球菌 然后等于是四个人感染 她就万方医院就通报集体感染 四个人等于算是两个以上她就要通报 所以这样因为这样通报 他们就觉得应该要做一点什么事情 所以就我们也经过跨部会的会议 他们就决定应该给这些孩子保障 而且我们台湾已经加入 联合国儿童公约权益公约组织 更应该去重视这个孩童的权益 那再来就是移民署他也是事务组 他也是有来过 他也是在考虑说应该给这些孩子们健保卡 就是说即便妈妈挥花 可是小孩子竟然在这里被委托照顾 那应该就是给孩子们保障 不管妈妈合法挥花 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临时的居留证 能一年换一次 那如果妈妈哪一天被抓 小孩子跟着妈妈遣送回国 这个居留证就没有效了 就等于是不用了 所以这个是未来想要走的方向 那这样的话在这边 不管合法挥花 父母 妈妈生的孩子 小孩子都有得到医疗的权利 之前是没有 我们每个孩子 只要妈妈是早产的话 小孩子不到两公斤就住保温箱 一天要六千块 至少住一个月才能多一公斤 那住一个月就要花十几万 那费用很高 那小孩子一般如果生病感冒 感冒引起的肺炎 那住个月都得要花个五万六万 比如说住两个星期大概六万块左右 七万块 那住一个月就要十几万 那那些费用是很高的 尤其当你到了一百五十个小朋友的时候 他的风险他的压力就会跟着上涨 对所以我们也在这段时间 集管局也是介入啦 就帮我们当一个监控的一个单位 因为所有的安养院啊 包括儿少机构都要有这个监控的系统 你知道跟CDC 跟集控中心承报 你们这个月小孩子的生病的情况啊 他才能够适时的协助 所以进了这个系统也是有好处 所以我想再来就是未来 我们以前是三年嘛 就外劳可以待三年 或是你的雇佣可以再请你一次就六年 那现在是要改成说 你可以在这边直接待九年 就是说你也可以不用回去 那你的雇佣可以一直用你到九年 那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未来的话 孩子的机会又多了 等于是保障这些孩子留下来 那工作就越来越多 而且是妈妈又合化的 对 所以你也乐见这样的修法方向 如果可能的话 让父母亲他在这边 那因为生下这个小孩 也因为这样子可以 让他能够入籍吗 还是怎么样 入籍是不行 台湾是属人主义 只要你在台湾落地 妈妈是哪一国籍 你就是哪一国籍 对但是现在我们只要确定 妈妈已经离籍 妈妈不要的孩子 那我们就一个时间 我们会很快通报社会局 跟他们讲这件事 包括警察局要去做通报 然后他们就会看 如果是没有出生证明的 就直接去等待出养 给他台湾身份 然后让他可以去被领养 但是如果是有父母的妈妈 是印尼籍 他就会想办法 把他钱送回母国 还给生母 但是我们大概八个月前 有八个孩子 我们交给社会局 可是这八个孩子 两个是没有出生证明 等于是要等待被领养 那还没有被领养 因为台湾收出养没这么快 那另外六个也一直都 还没找到生母 还是没办法钱送回去 所以他们也是会大概有 半年或一年的时间 却是寻人不早 他也是会办出养 然后也是会提供台湾身份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当然也热见其成 因为台湾真的是 少子化以后没有人生 多几个孩子也是不错啦 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因缘 让台湾的所谓的 叫做基因改造 因为怎么样 台湾人眼睛很小 可是这些外国小孩 眼睛都特别大 他们不同的混血 我觉得都会变得很漂亮 那也没有什么不好 OK 还后就是跟着法令走嘛 那去热见政府的修法 那看起来政府还是有网开一面 也不是 一直在改变啦 我想我以前做这个工作 做二十年了 看到外劳很多被欺负 我们也有很多妈妈 是被雇主强暴怀孕了 但是她也不敢张扬 有时候是雇主的兄弟 那也不是雇主本人 但是他们怕被张扬了以后 自己就很没有面子 回到他们的国家 所以他们也就不了了之 对 所以我想 很多人就活得很辛苦啊 那我们怎么样 让他们在台湾觉得 这是一个福地 是一个有人情的地方 是一个有爱的地方 这也是非常的重要 其实他们人也都很好 在这边我们没有办法 请很多的工作人员进来 因为我们都是妈妈跟孩子 所以只要进来的运户就协助 主动就协助照顾 所有在院内的小朋友 因为他的孩子 未来也是跟其他孩子一样 可能也要被照顾 他们就把这个爱跟大家分享 那很多的妈妈要等待 但是安置照顾的担子很沉重 他在前还 他在办旅行文件 这过程他也是进来里面 协助照顾其他的孩子 就像他可能当时也有孩子被照顾 其实都是一样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里面很多的 在里面走来走去 都是主动愿意去协助 这些孩子的妈妈们 或孕父母这样 但是安置照顾的担子很沉重 一睁开眼 包括在大陆和东南亚国家 就有一千多名的爱子宝宝和移工孩童 而杨洁却是干之如意 好 像他们还没有纳入健保 很多有一些生病的医疗费用的话 当然就是由我们关爱之家这边 来全部负担 对对对 那现在万芳比较好了 他在去年开始 给我们收三分之一的药价 对对 所以我们也省了很多的费用 那基本上我们这边 总的所有开销 政府支持一部分 其他是民间的安心 因为我们从成人的 艾滋病人的场地 就没有办法找到 可以合法立案的场地 所以就没有办法 跟社会局签合同 他们给我们补助 所以基本上 只有疾病管制局 给我们四十个艾滋病人 每个月四千到八千不等的 看他的帐别去做补助 这样 那个叫个案补助 一年大概有两百万 那还有就是给这些 无一艾滋病的孩童 一年一百万的补助 这样一共是三百万来自于 政府的补助 但是我们一个月就要八百多万到一千万 因为我们除了台湾以外 在大陆有一千多个小孩 一千零七十个小朋友 在广东 广西 云南 湖北 安徽四川 福建 只要有艾滋病的地方 他们需要帮忙 他们就会来请我们协助 所以有十九个 艾滋病儿童的家 那在辽国也是有一个收容艾滋童的地方 那在包括柬埔寨 那当然还有台湾 所以其实我们每个月一张开眼睛 就要照顾大概一千多个小朋友 好 这些或多或少 也有来自民间力量 民间力量 民间力量 来一起支持 协助支持 所以艺术长 你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这边 对 因为这边小孩多啦 那也是要很多事情要重理 所以这边大概 对啊 所以之前在艾滋修典的地方 就有其他人力高减分开 所以我们有请护理师啊 社工师啊 人事配备都要有 这边这个场地是租的 这个场地是我在2002年 因为开始中国大陆的 艾滋病的收容之后 2003年成立了协会 协会成立以后 当时我在三重 有一个六七八楼的公寓的 收容艾滋病人也是社区抗争 然后房东要我们搬家 那我就请我的朋友 买这个房子给我免费使用 对所以这个房子是我的朋友买的 无偿使用的 对对对 这样子 负担又很重了 我们的房租负担 在台湾一个月差不多100万 因为我们要 只要增加收容人 就要增加场地 那些场地的租金啊 像屏东是一个比较大的 有六十几个床位的安养院的模式 它是农地 所以无法立案 但那里有六十几个床位 那我们在那一个月也是六七万块的支出 那这个在综合圆通路那边有一个点 那里一个月要13万的房租 对 还有市里那个大概八万 还有一些小公寓 三万四万五万六万都有 然后加一加大概要一百万的房租 所以那个成本很高啦 所以照顾成本 对 在这边有好多年了 外界会来打扰吗 我所谓的打扰就是说 有些会去说 这边有人在收容 对啊 因为我们如果有社区抗争呢 这边还是会有吗 对 但是事实上是有很多 都是合法安置的 那如果没有合法安置的 他们不会待在这里 他们就去外面找工作了 我们就不会让他们待在这边 嘿嘿嘿 那在这边都是要回家的 都是以民属安置 怀孕安置的这些 那像他们怀孕了也是要去自首 才能够生 以前没有通报系统 所以很多在这边生了以后 你不知道哪个外老生了小孩 然后他妈妈就回去了 孩子就丢了 变七婴了 那现在是凡是要生孩子 都要通报 医院要通报 婦产科诊所要通报 对 所以有通报的话 这个妈妈生了孩子就跑不掉 对 所以在我们这边一共 分布在几个收容地点的孩子 一百多位 那大概比例上就是说 有知道他的爸爸或妈妈的 大概比例多少 然后可能就找不到他爸爸妈妈 大概比例有多少 有没有去初算过 大概十分之一吧 十分之一没有办法知道 他的父母亲是谁 对 大概来都知道啦 每个都知道 我们都有做策啦 都是有个案管理啦 都有啦 但是问题是有一些妇女 她来的第一次 然后她就 孩子放了就没有再出现了 这种情况也有这样 大概有十分之一的比例 包括她们自己本身是孩子妈妈 还有就请来 大概有多少会照顾人员 那三四十个吧 包括这些妈妈 对 还有我们各个分院的 有的地方有十个妈妈 有的地方有五个妈妈 至少都有四个以上 所以每个点有不同的妈妈 那有八个地方嘛 所以有四十几个在这里 对 因为我们属性比较不同啊 因为我们要尊重印尼的文化 或越南的文化 所以现在社家属 要我们要请专业的保姆 我说这个是妈妈 跟孩子之间的互动 你请专业保姆 你也没有补助我们 只会叫我们要这样那样 处合你们的要求 我们也不是孤儿院 我们也不是托儿所 因为我们没有收费 这是一个慈善救济 你要我们完全符合你们的规定 我觉得这个不是那么容易 对 所以我们也是在看啦 因为很多都是妈妈跟孩子的嘛 你如果是一个机构 是你妇佑收容 妈妈跟孩子的收容 你不需要再请那么多的人士啊 对 这个慢慢再跟他们谈 所以社会局有些希望你们 要合法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符合他们的规定 不过耶 对 在高雄啊 那那个都会 依照他们要求的那个 人事配备啊去走啊 那那个成本非常的高的 是 比较那种的机构式的 对对对 机构式的照顾 秘书长 我想问一个问题喔 像我们工作都会有职业倦怠啊 那每次听到你都是 其实负担都还很重 可是我看每次你的声音啊 还有你的 谈到他们这些孩子的未来 或是这些收容人的未来 你好像都还是把它视为 就是平常心看待 而且什么事情不会难到你喔 那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 这些收容越来越多的孩子 从来不会想说 谁来接手或是协力的问题吧 我们现在有社团华人台湾关爱之家协会 也有社团华人台湾关爱基金会 也就是我们有成立协会 也有成立基金会 那表示也就是说 我们的人也越来越多 参与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 所以以前重担是我一个人单 现在有这么多人单 包括我们的董事长 我们的常务理事 我们协会的理事长这些 我们有很多的member 有很多的理监事董事 还有工作人员啊 我们的执行长啊 还有我们的这些护士啊 各地的主任啊 大陆主任、台湾主任啊 各个家的家长 他们都帮很大的忙 所以已经不是我一个人在单问题了 所以我不怕 以前一个人都单了 现在这么多人帮我在上面顶的 轮不到我来顶了 所以越做越多 越做也越好 然后也提供政府很多思考的面向啊 就说怎么样来站在比较人道的立场 台湾虽然很小很大 都觉得很闭锁 不过其实听到你提到就说 跟工部门在一些对话 感觉好像也不是就是没有办法有变通或 对啊慢慢大家都在学习成长 对我们在做 然后他们看到的问题也知道 该去转弯 然后该去协助 然后让这些台湾所有的社会问题 越来越制度化也越来越人性化 这样子 像你收容这些移工的孩子们啊 像这种NGO我相信在国外也会有 你会有这种机会跟国外的NGO 有这种接触或交流的机会吗 艾滋病的常常有 但是外籍的这一块 然后人口发育这一块 倒是比较没有 但我常常想去 我去了土耳其很想去赖民营看一看 对可是就没那个机会 因为他们要申请 对所以从电视上看 从媒体上看也知道啦 但我们没有做到那个程度 可是我们在台湾落地 究竟你可以照顾的 我们有能力去帮忙 就是我们的荣幸这样子 好耶 感谢你给了我温暖的拥抱 让我百度过生命的潮 一颗心装满白 风再大不飘摇 学会把肩膀 借别人依靠 用真心给了你了解的微笑 陪着你揭开心事困扰 看着你抬起头 泪停了那一秒 感动在胸口围绕 我相信眼前有爱值得去期待 长久风闭的心终究会打开 天亮灰花皆伤害 关怀灰花皆异彩 最动人的爱 最动人的爱是醒来 感谢你给了我温暖的拥抱 让我百度过生命的潮 一颗心装满满 风再大不飘摇 学会把肩膀 学会把肩膀借别人依靠 用真心给了你了解的微笑 陪着你揭开心事困扰 看着你抬起头 泪停了那一秒 感动在胸口围绕 我相信眼前有爱值得去期待 长久风闭的心终究会打开 天亮灰花皆伤害 关怀灰花皆伤害 关怀灰花皆异彩 最动人的爱是醒来 我相信眼前有爱值得去期待 去期待 一时的月不开 年添灰花却之后 不邦不行的信念和行动实践 让在这儿已经住了八年的 袁奶奶相当佩服 她说自己老家在山东青岛 十多年前到台湾来找老伴 但是因为和先生不和 而遭到遗弃 所信经由民间组织 转接到这里 来这边 她帮忙照顾一名爱自儿童潘潘 而在杨姐面前 已经八十岁的她不敢喊泪 因为她从未感受爱如此丰沛 你好会照顾小孩啊 对啊 来这边多久了 我今年就八年了 他一个月来的 今年七岁 我这八年了 听说是在大陆那边 在山东青岛 住在这里很习惯了吧 还行 我主要是有这些孩子 脑子好一些 不相三相四的 如果没有这些孩子太安静了 相三相四的 想想想这你说来到这个地方一步走错了 再也回不去了 再回去就觉得好像不在劲儿似的 就这样 你是有拿到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吗 这儿拿到十年了 所以你就长久住下来 住在这里 我在这里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什么 有些孩子闹着 有些孩子闹着 这个闹着没有什么 我这也没有什么亲戚 也没 我从来来到这个地方 这今年第八年 就是七年当中我没修过家 人家他们都是一百天 一个月四天家 一年还有和国年 还修多少天家 我一次就还没修过 没修过家 我就是相处得很融洽 很愉快 对对 杨姐这个人对人也不错 对人好 另外一个他也很保证 能够拿了 这些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事情 他都能融大得了 他想得开 你就像这些外老婆 这些事情 也都能想得开 像我这是 现在台湾没有房子 我到了海峡两岸 我找到海峡两岸 海峡两岸不错 帮助我 一年还给我一万块钱 有时候给一万五 就这样 透复了三年 就找到这个地方 他给我找的 海峡两岸安排到这个地方来 他说你去不去 就说S病 我说S病挺可怕 我可没见过 可是听了这个词 我是知道可怕 他说 你反正去看看 也讲你去看看 可怕就再说 我再来看看 可怕 我和S病睡了七年觉 那个女的老太太是个S病 她在这个床 我在那个床 睡了七年觉 我带着她 她在上头 我在下头 可是也不可怕 但她这个正确的观念 对对对你说对 她反正她是良性和血液传染 对啊 对啊 有时候她吃东西 她也不考虑她有病 她就给我 我不要吧 她肥要给 你说要不吃吧 她又觉得好 怎么着那么着 我就吃 我说也没事 可也没有事 这已经七年了 有事也该有了 我是这样想 有事也该有了 给老太太 就这样 后来我也接触过 小孩的S病 小弟也接触过 看见过没事 没事吧 所以证明有些 观念是错误的 但是来自BN 其实反而是 能够建立正确的观念 而且谢谢你帮忙 照顾这些小孩子 这些小孩子还很可爱的 对 嗯嗯 杨姐这个人 这个工作也好 也肯干 哎呀 我说我这么大年龄 在共产党的领路下 我待了那么多年 像你这样 你反而待 我们呢 只有是 是个现金了 他能这个样 模范这样 晚上 这是他的床 他没家 这是他的床 同好个被子 带着这一个晚上 现在 带着这一个 还带着于外 咳嗽的小娃娃 带着好几个 有两个自伴的 他都不带 他带着 他怕这些娃娃 咳嗽厉害 自伴的 不了解 这些内情 就孩子在这么地 吓着 他就带着 哎呀 和这些孩子 在一起睡觉 这个哭那个觉 他能睡好了吗 他不是说 一天两天 七点八点就睡觉了 他都是第十一二点 才睡觉 工作吗 把工作还要干一干 嗯 还有 在一个来 哪个去的 还有一些事 都得找他 这个人确实工作不容易 大陆还有好多是 你爱死兵的 也有好多果儿的 好多都是他 这当中跑来跑去的 你念反正去 去不几天 但是得去 去看看那边的情况 了解了解 就这样 那工作也认真 也复制 对这些孩子也痛 你别看着 不是自己国家的孩子 他讲反正是 一时从人吧 对待这些孩子 对待这些 阴历人 都很好的 又怕他们生孩子生死 叫到我们这边来 上医院去生 嗯 这个人确实是不简单 不得了 在大陆应该比较少见 像这样子 像样子也这样的 我也上大陆去 想从立这么一个组织 大陆也有S病啊 是啊 现在也有 电视也演了 以前不公开 现在公开了 他们我去 还碰了好几个钉子 不让 就是意思 你有去过吗 去过是 关爱之家的 这边的点 还是在大陆当地 所设立的 就是 我想是想在大陆 做当地的授业 因为杨姐给了我一本 关爱之家的材料 我带了去了 叫他们参考一下 然后就从立这么一个部门 结果他们就不敢承认 这个S病那个事业 几年前的时候 这话一讲也得有 五六年了吧 五六年前 现在都公开了 大陆有多数S病人 都把数字都公布出去 现在你想想 世界各地都可以 到处都可以走 那些外国人到中国去 一看那个花花世界 不似于他们那个国家里的 那些人也长得很漂亮 都一个一个的 现在都 男的也有 女的也有 S病 就是大人小孩也有 他们也不懂 你怎么预防 所以大陆 以前的时候 就是掩盖 不让外界知道 现在也 去重视这个问题了 早期台湾也是这样 慢慢的 这个疾病就是 要有正确的防治观念 我想你这几年来 在这边也帮了很多的忙 也受到一些照顾 谢谢你 袁女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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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